好 来看到6月15号是警察节 原本应该是开心的日子 但是花莲警分局 轩远派出所却传出枪响 一名刚刚毕业任职的25岁林姓袁警 在凌晨执行完勤务的时候 趁四下无人就在停车场举枪巡短 那么突如其来的巨大声响 也引来了值班袁警立即前往查看 却发现林姓袁警已经倒卧在地 紧急施救送医之后仍然宣告不治 听到救护车的鸣笛声 袁警立马冲出来 拼了命的挥手示意 救护人员也抓紧黄金救援时间展开急救 因为车里的患者性命垂危 而且他还是名年轻袁警 花莲薰原派出所后方停车场 已拉起黄色封锁线 因为这里不久前 曾经传年轻袁警身亡的憾事 这个月15号警察节当天 凌晨4点左右 派出所后方停车场传出枪响 值班警察赶来查看 却发现25岁的林姓袁警 倒卧在地上奄奄一袭 送医过后人不治身亡 那本日凌晨扶勤时 人与同仁共用宵夜 未有任何异状 派出所气氛低迷 毕竟大家怎么也没想到 和林姓袁警一起开心吃宵夜的情景 会是最后一次 林姓袁警108年警专毕业后 110年考上特考 隔年1月分发到花莲 风川派出所实习 3月才调到轩原派出所正式工作3个月 虽然个性文静较少与同事交谈 但平时工作表现优异 突然在警察节当天出事 让同事都相当惋惜 其实警察节前夕还发生另一期警察 伤亡消息 国道竹林分队的科性原警同样也是25岁 14号这天他一如往常和同事执行巡逻 在国道3号闭彎车道旁巡逻迁到后 他跟同事说想下车一下 随后就跨越护栏来到边坡 接着汗室发声 这是情感问题上他有跟同事在这个 但是同事只是希望他能够放下放宽心 至于真正原因为何还有待厘清 但警察节前后两名年轻原警接连出事 也让家人同事都相当错愕与不舍 记者综合报道